复学士学位和学士学位之间的区别在于 复学士学位是二至三年至本科学位 而学士学位是四年至本科学位 复学士学位通常由社区大学或技术学校授予 而学士学位通常由四年至学院或大学授予 第一个复学士学位于1873年在英国颁发 现已不再颁发 随后于1898年传播到美国 在美国 复学士学位可以转入学士学位的第三年 随后 其他一些国家也引入了复学士学位 美国于1898年授予第一个复学士学位 这也是英语世界第一个授予复学士学位的地方 复学士学位或复学士学位 是经过两到三年的高等教育课程后授予的学士学位 这可以是高中文凭 GET或学士学位或以上学位 第一个复学士学位于1873年在英国颁发 现已不再颁发 然后于1898年传播到美国 在美国 复学士学位可以转至学士学位的第三年 其他国家复学士学位的历史如下 一 英国 第一个复学士学位于1873年在英国颁发 现已不再颁发 然后于1898年传播到美国 二 美国 在美国 复学士学位可以转至学士学位的第三年 随后其他一些国家也引入了复学士学位 三 加拿大 加拿大于20世纪60年代引入了复学士学位